杭州 乾塘镇 乾塘镇周遭环境极美 粉墙带瓦 一侧还有西湖环绕 此时正值夏日 湖中荷花开放 香气突鼻 不时有极尾愉悦起来 在水中嬉戏 一阵微风拂过 吹起树片绿叶飘向空中 在碧波之上翩然起舞 在湖畔 有一处用竹竿削制的 篱笆围成的小小院落 踏满了青藤的东象屋 边有一处葡萄架 下面还放着一张老旧的摇椅 嘎 听见有鸭子叫的声音 朱蒂与季刚扶着猪高赤 稍稍绕了几步 湖边草色青葱 几株树丛上 沾着粉白相间的花 与藏在娇艳荷花后的 浮水鸭子相应承去 湖前有一块大石头 大石头上 沾着一个身着不一的小孩 边上同样围了几个孩童 不知道在做什么 于谦就在此处吗 听到朱蒂的疑问 季刚攻身道 回禀陛下 锦衣卫已经悄悄 排查了整个杭州城 符合陛下描述的 便是此孩童 随后 季刚摇摇地指了一下 站在大石头上的那个小孩 此孩童出身是患是家 如今嫁到拓落了 但从小聪影过人 据说才四五岁便喜读苏武 诸葛亮 岳飞 文天祥等人故事 朱蒂微微汗手 按那下心头迫切 扶着好大儿缓步前往 而围着大石头的孩童们 见有三个陌生人来到 也纷纷停止了争吵 唯有一个胖蹲孩童 口中还嚷嚷着不休 凭什么分给二狗的鱼 比给分我的多 被他点到的二狗 生得瘦小 口中节节 此时抱着怀里的几条 用草绳串起来的鱼 竟是不知所措起来 呆了几夕 便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法子是二狗想出来的 下午抓鱼最卖力气的是掐哥 怎滴也轮不到你 掐哥给自己分得最少 你还不知足吗 旁边一个女娃娃指着胖蹲说道 胖蹲由自一脸不服 嘟囔道 辛苦一下午都不够饿的 静静地听完了几位伙伴的诉说 站在大石头上身着不一的小孩 认真数好竹框里的鱼 方才跳了下来 大约是件猪高翅穿的体面 身边孔无有力的朱棣和季刚也衣着光鲜 小孩认真行礼道 见过三位官人 你便是于谦 朱高翅的目光下满是沈氏 朱棣嘱咐过他 此番前来以朱高翅为主 而朱棣和季刚扮作他的仆从 于谦对视着朱高翅的目光 不卑不亢地答道 正是在下 可是我等争吵扰了三位清静 朱高翅摇了摇头说道 非是如此 你且继续吧 当我等不再便好 于谦文言道也坦荡 又回头对几位同伴挨得叙化了起来 小妮 大家辛苦一下午 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卖力气多卖力气少 你尾时不该说这话 平白伤了人心 翘哥 我 女娃娃文言不太认同 但依旧点了点头 对胖蹲到了的欠 随后 于谦又拿出一张 江洗的有些发白的手帕 认真的给瘦小的二狗擦去鼻涕眼泪 随后揣进怀里 最后 于谦跳上大石头 把竹框里仅剩的四条鱼 又挑出两条大的 递给胖蹲 晓得你食量大 此时定是饿了 拿着吧 胖蹲看着鱼咬了咬牙 最后确实拒绝 随后脸蛋通红地摘了条大鱼 塞进二狗的怀里 也不带泻 便急匆匆地跑开了 朱棣几人健壮 玩耳一笑 待伙伴散去 于谦夫又来到几人身前说道 客人似从远道来 家中贫寒无他物 不嫌弃的话 请几位吃烤鱼吧 如何看出来 我们从远道而来的 于谦指了指 他们靴字上浮的一层薄薄灰尘 几钢砂时 眼神变得锐利了起来 朱高赤白白手 有些耐人寻微地笑着问道 你就不问问我们来干嘛 来便是客 没有不带客 便问来意的道理 也好 朱高赤点点头 细壶盼的大石头上 点起一团篝火 几人围坐烤鱼 壶鱼不大 也不胜肥美 远不如黄河鲤鱼 或者松江卤鱼 但烤起来焦香酥脆 道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等路过此处 听闻有幼童鱼千姓聪慧 故此前来拜访 伴坐主人的朱高赤也不客气 大大方方的拿了最大的一条鱼 吃了起来 一边吃一边问 幼童分鱼 鱼宰相 称凉天下有何一同 朱高赤和朱蒂 原以为鱼千会回答不扫 义乌合以扫天下之类的话 没想到鱼千拿着鱼尘丝了几夕 却认真来答 我年纪小 不晓得妃子相公们 是如何称量天下的 可我总觉得天下的道理 大约是相通的分东西 总要力所能及地 照顾那些不能发生的人 不能因为听不见便装作看不见 竟是如此吗 朱高赤一时正然 当然如此 于谦此时仰着小小的脸 眉眼间倒是显得有些冷 若是今日我眼见是弱者 口不能言者为人所欺 往小了说 便是心中念头不通达 往大了说 便是日后我被人所欺 何人敢为我发生 在门头吃鱼的朱蒂忽然开口 那为何还要分自己的鱼给欺人者 是因为你性子懦弱一语妥协 还是要顾全伙伴之间的团结 是因为我是分东西的 于谦的回答出乎意料地谈道 若是我给自己多分一点 我出的力气多 别人也无话可说 别人不见得觉得我给自己分得多 可鱼就那么多 别人吃不饱 或觉得自家分得少了 明日自然会懈怠下来 如此一来 和谈多不歇鱼 让大家都吃饱肚子 朱蒂文言 竟是忽然想起江星火所言 做大西瓜那套理论来 恍惚间 正经为做手拿烤鱼的小小鱼签 和蓝三躺着手托西瓜的江星火 竟是在朱蒂的眼中重合了起来 鱼不多 四条一人一条 很快便吃完 吃干抹净后 季刚掏出一大钉银子 你请我们吃了烤鱼 总不好白吃的 看着眼前白花花的银子 鱼签咽了口唾沫 眼神中甚至浮现出了极许渴望 朱蒂觉得 此时的鱼签可能在想 这些银子能换来多少书籍 多少笔墨纸燕 亦获是多少吃食 可最终 于谦还是坚定地摇摇头 轻声说道 君子雇穷 小人穷思赖矣 语出文语 魏灵宫 意思是君子即便身处逆境 也会固守内心的操守 指君子能够贫贱不移 不失节操 半座主人的朱高赤拍了拍季刚的手臂 季刚把掏出的银子又收了回去 季刚到底是读过书的 当初身为济南穷秀才 好勇斗狠在书院被逐了出去 故而才半路投了燕军搏个出路 此时回想起了圣贤之语 竟也有些善善 朱高赤对着小小的于谦认真意依 同样以论语 拥也回道 一单识 一瓢瓶 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 回也 这便是以孔子著名弟子 沿回来比喻于谦的行为 吉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为了自己的理想 即使生活轻苦困顿 也自得其乐 小子不敢与圣贤相比 于谦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朱蒂三人与于谦挥手作别 他们走出百余步 便会有几一位锁备马车 临别之际 朱蒂嘴唇挪动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犹豫刹那 最后还是说出了口 你关我等三人 而于谦仰着头 却冲他眨了眨眼 魏王雅望非常 然床头捉刀人 此乃英雄也 在下是读过是说新语的 朱蒂一时哑然 摇了摇头 萨然离去 来到马车旁 先扶着朱高赤登上马车 朱蒂在踏上马车边缘时 忽然回望 朱高赤掀着帘子 再等他进来 一时不知所措 势力在朱蒂身后的季刚 甚至紧张起来 觉得是不是自己偷偷 往草丛里扔了银子的动作 被朱蒂发现了 惹得朱蒂不悦 朱蒂不知两人想法 只是扭头大笑 笑得畅快淋漓 朕姓玉江星火 方能为天下处此才也 带朕去后 于谦当为大名称亮天下 夕阳的光影如同一条赤红的皮链 照应在风河桥下的水面 反射出点点微光 分外美好